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视频呢,其实我很想给大家讲一讲吧,这个作为这个一个玩家,然后玩这个万质牌的一个好处 这比较有个人的这个主观性在,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客观,但是它确实在我怎么说呢? 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段路里,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吧,就不只是这个娱乐上的这个帮助,然后我总结了大概我觉得有这么三点,一个就是它变相的,第一点就是变相它变相的帮我存了钱,然后作为这个一个娱乐爱好吧, 它比其他的这个游戏,我觉得都相对的要好一些,虽然很多情况下家长并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去买这些这种小纸片吧,就是这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 但是就和我们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疯狂的这种攒收集昂贵的邮票一样,我们只要在这个自己知道的这个能承受的这个范围内去购买,其实就好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自己真正是想要什么,其实就够了。 然后我觉得它因为具有这个作为这个集幻制的这么一个属性,所以它是可买可卖,有这种就是自己的价值吧,至少在圈内的人看来是这样子, 所以就即便是你花钱去投入进来了,但是它还可以相对的很容易的就去卖出去,即便是你去把它卖到排店,可能会给不了你一个很好的价格,但是 就是你毕竟还玩了它,而且你还能拿到钱,把这个钱给返回来,其实我觉得比大多那种手游啊什么的,你砸这钱去就得不到任何回报要好得多。 然后这是对我来说的第一点,而且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个牌会因为一两场比赛拿了冠军吧,然后这些冠军套牌或者前几名的这个套牌力会有使用到这些牌,然后它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这也是这个作为集换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它就它增进了这个我觉得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与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 然后我因为这个玩这个万质牌认识了好多好多好朋友,然后他们也怎么说呢? 我觉得会非常单纯,并没有像大家所说的这种全民接范呀这样的一个存在吧。 然后因为大家的初衷最开始都是因为很喜欢这个游戏才聚集在一起的。 而且当我们需要可能兑现呀,有时候会需要一些钱,需要的需要钱的时候, 然后以这个万质牌这么一个集换的属性在。 然后我们又可以去把这些我们曾经玩过的这些东西或者我们暂时不会用到的这些牌去变变换成现金来解一下这个燃眉之急。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它的核心还是在这个,就像它名字一样。 Magic Gathering, The Gathering,这还是,核心还是在这个Gathering,就是怎么说呢?聚会。 大家一起交流游玩这么一个核心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它的主观性是很好的。 至少再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就定期每周会有一次的聚会吧。 然后大家一起玩。当然现在疫情已经很久没有打牌了。 所以我才这段时间去做这些视频。 我觉得可以把你自己的思路啊,可以很好的跟大家分享。 然后大家会有一些意见与建议呢。 然后又对你改牌,又很有帮助。 他们又会怎么说呢?feedback,又会把这些东西,把这些观点告诉你。 然后对你未来这个玩万质牌啊,或者你的这个想法上有一定的提升。 我觉得这一点,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好。 对,不光是对于玩家来说吧。 对于我这个,对于这个作为一个人来说吧。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就这个万质牌给你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会提升你的思维过程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 然后第三点好处呢,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他为我这个出国留学,与外国人这个接触,然后融入外国这个玩家的这个圈子。 提供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这个我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深有体会吧。 因为我当时几年前吧,我出国的时候英语真的是非常非常差。 就基本上整句话说不出来,笨单词那种感觉。 而且也非常羞涩,就不愿意与外国人去交流。 然后,但我发现几乎每一个城市,就即便是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都会有这么样一个牌店。 都有这么样一群人去,这么一群玩家吧,来玩这个桌游,玩这个,不光是玩质牌,玩这种桌游类的那个。 就他提供了一个这么平台,然后大家一起交流,互相一起对战呀什么的这样一个场所。 而且他们欢迎每一个玩家去玩。 然后就这一点就给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第一次就是走进这样的一个牌店坐下来的时候,就临坐的人也会非常友好的,就问你玩什么赛制啊。 或者有没有需要的卡牌来trade,然后去交换。 然后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和谐。 然后这一点让我就感觉非常非常温暖。 因为你毕竟在他乡,而且你英语又不是很好。 这么一个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就积极主动的去跟你交流。 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在当时。 而且我怎么说呢? 就当时就即便是用手机去查出这个词来,他们也会努力的试着去理解你想表达什么。 他并不会因为你语言不好而去歧视啊,或者怎么样,冷落你。 真的非常热心这些玩家。 而且有些玩家,因为跟你聊到很好的时候,还疯狂的去送你牌。 真的十分神奇。 我有一次就是在当时去旅游,然后去了一个小牌店,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和朋友们一块。 然后我说给我半个小时,我想去这个牌店看一看。 然后他们去逛商场,我一个人在这个牌店里,但是英语也是非常非常差。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和他们,就看看这个牌本,这个人的牌本,看看那个人的牌本。 然后他们就疯狂跟我聊,我大概其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当时啊,但是我要想去说什么,我必须得拿这个手机去给他们看。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特别壮的一个黑人小伙子。 看着其实挺吓人的,但是真的非常友好。 然后他就细心的去给你讲。 然后又会聊到他们的他自己的故事什么。 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他有八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学校。 就他奶奶是,原来是中国人,然后他那个城市很小嘛。 然后他看到我以后也是非常的激动。 然后送了我一袋堆好牌,各种闪。 然后真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也并不是为了去得到什么,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温暖。 而且,哎呀,就这种交流的这种感觉。 就是让你很,也不算很轻易吧。 但是给了你这么一个平台去让你融入这个外国人的这个生活。 你可以因此了解到他们很多他们的生活方式。 就是这种非常有怎么说呢? 每天安排的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生活节奏性吧。 然后他们会定下来每周每周周几去排店,或者周几会有一个game night。 然后这么样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小聚会什么的。 然后就特别能融入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这个可能是其他游戏无法带给你的。 因为你想想电子游戏,你可能只能在那个语音上啊,或者什么上跟人家交流。 但是这个确确实实的,你是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模式。 然后而且还一块,还能一块这个玩,一块提升你的这个组牌的这个思想吧。 想法。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想法。 所以这一点上也是这个万质牌带给我的一个好处。 一个万质牌的一个优势吧,带给我的一个好处。 因为它的全球性,这一点所带来的这个大概就是这么几点。 然后很抱歉,我的这个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游戏吧。 然后能玩的更开心。 不用,而且尤其是我现在在非常热爱的这个万质牌指挥官这个赛制。 我觉得没必要张张牌都是那么强,那么的贵。 你可能花个,你看现在这边很多视频上都是花50块钱。 50刀就大概200,2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你能组出一套牌来,能跟几个人一起玩的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很多其他游戏不能做到的吧。 这就是我这期节目的这个主要的那个内容。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十分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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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